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我唱过你听 年花四世 好啦 我会公正地给分的 谢谢夫人 我点位 夫人麻烦 喂 真的给分了 李太太 下午茶 可以啊 看你们约哪里 好 我处理完公事就过去 好 老师姐 不要乱动董事长的东西 你是董事长 不就你哪 不然呢 不是啦 我是觉得 他很面熟 我好帅 我在小马家 有看过他 小马 你说的是马军 没 没有什么 董事长到员工家里面去拜访 这是应该的 到员工家探访 小马上班 他就拜管谁啊 马俊的妈妈 你给我说清楚 没没没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不要问我啦 就当我没说啦 是谁刚刚说 他女儿要参加什么歌唱比赛的 没 没有 妹妹 妹妹 夫人 你真的是很为难我 其实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可是这样子讲出来 我真是造口业 我跟你讲好了 我跟你讲 事情就是这样子 有一天我就去那个 马太太家去收那个 以前她欠我的那个利息钱 我就看到你先生 这样子离开马太太家 你知道吗 至于他们的关系就是那种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我真的不清楚啦 可是关于我女儿的事情 夫人麻烦你 要索下留情 好啦 好啦 夫人 夫人 拜托 陈秘书 把马俊的员工资料给我拿过来 夫人 拜托 真的啦 什么都不知道 好啦 我知道了 我可警告你啊 出了这个门 你可什么都不能说 知道吗 我什么都不够 夫人 麻烦你 谢谢啦 进来 陈秘书 等一下 麻烦你 拿我们公司送给贵宾的巧克力 还有名牌包包给这位太太 顺便派车送她回淡水 是 这位夫人 这里请 等一下 等一下 小伯母 你再讲一次 你刚刚叫我什么 这位夫人 对 夫人 他叫我夫人 对 那谢谢您的帽子 一定要戴一下 好 那我先走了 谢谢你啊 拜托 拜托 夫人 马俊 朱晋 朱晋 震东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朱晋 赵 来 若兰啊 来 吃一个 我不要啦 我跟你讲啊 你就不要怕胖啦 照说你哥上比赛的时候 穿那个迷你裙 我跟妳讲 妳一定是超正的辣妹 妳現在身材剛剛好 媽 我現在不想說什麼 好啦 媽媽知道妳壓力大了 可是妳放心好了 媽媽 已經把妳打通關了 妳知道嗎 那個蕭雪兒 她現在跟媽媽 聽得很像那個Sister一樣 妳知道嗎 誰叫我知道 她的秘密 什麼秘密 沒什麼啦 我跟妳們講 我們做人就是這樣子 我們不要講人家的八卦 這個秘密 媽媽放在心裡面就好了 妳們就不問 反正這個名牌包包 跟巧克力 都是蕭雪兒送的 我幫她保守這個秘密 也是應該的 如南 我跟妳說 這次蕭雪兒當那個評審 放心好了 妳是第一名 媽 若南她不是在擔心什麼 身材胖不胖還是比賽 她擔心的是定一跟小吉利 定一跟小吉利 媽 妳不要這樣 若南沒有看到小吉利 她心裡面就會一直掛著 那這樣怎麼準備比賽呢 萬一到時候表現不好 就算本來是要內定 可是她唱不好 人家也不能下給好成績吧 妳現在是要我去 跟那個烏龜低頭 假拍血一句話辦不到 媽 這腳可以 黃震東 妳站住 我累了 想要去洗個澡 然後休息 怎麼 心虛不敢面對我了嗎 什麼意思 這兩天 你除了開會拜訪客戶 你還去了哪裡呢 我還能去哪兒 還是 像妳一樣 去妳那些老朋友家拜訪 這麼快 妳就坦承了 妳又是什麼意思嗎 妳跟馬俊的母親徐靜雲 到底是什麼關係 妳為什麼要私底下去拜訪她 妳說什麼我根本聽不懂 偷吃還不懂得擦嘴 這都被別人看到了 人家汪泰 是不好意思跟我說太多 孤男寡女共處一室 妳說還能幹嘛 黃震東 妳背著我 跟那樣子的女兒在一起 已經有多久了 妳在亂講什麼 事情不是妳想的那樣 不是我想的那樣 難怪之前我只要提到 馬家那個女人 妳就眼神閃爍 她還主動打電話給妳 妳要說妳們兩個沒有關係 那才真有鬼 妳不要再亂猜了 好 我跟妳承認 靜雲是我在年輕的時候 就認識的朋友 十年前我跟她的先生 有一筆生意的往來 我要跟她建一大筆的鋼筋 但是沒有想到 去驗貨的時候才發現 這批鋼筋呢 受到輻射的污染 再上眼上我只好 完全退了她的貨 沒想到 他們家就因為 這一大筆生意就破產了 我當時不知道 那是她的先生 現在知道了 我心裡當然覺得 有點內疚 所以妳才會對那個馬俊 這麼好 是嗎 多多少少吧 可是 那也是因為馬俊 她也的確是一塊料啊 就算心裡有愧 妳已經給她 這麼高的職位了 妳還得需要 去私底下 拜訪她的母親嗎 那是我第一次 以一個老闆的身分 去拜訪一個員工的母親嘛 那剛好被妳那個什麼 汪太太撞見啊 不行 妳在外面做什麼 我根本看不到 妳這樣做 我很沒有安全感 這樣好了 我們把財產重新分配一下 怎麼樣 財產重新分配一下 妳是什麼意思嗎 以防妳 一面往馬家倒啊 萬一妳真的跟那個馬太太 有什麼關係的話 我想 在妳心裡面 八成已經想要讓那個馬俊 成為我們家的女婿 了 將來我跟苡萱 萬一被馬家母子吃得死死的 那怎麼辦啊 妳想像力 怎麼會這麼豐富 妳在亂說些什麼嗎 看來妳是不答應嗎 好啊 那我現在就去找那個徐靜雲 問個清楚 看看妳跟她之間 到底是什麼關係 也順便提醒一下那個馬俊 妳今天之所以重用她 並不是因為她的能力 而是因為妳跟她媽媽之間 有不可告的人命 妳 也是啊 我們倆做夫妻已經快三十年了 我黃震東我什麼時候 什麼事情讓妳不能信任了 妳今天這樣懷疑我 對我是一種侮辱妳知道嗎 更別提馬家他們現在 已經過得多淒慘了 妳再繼續這樣子造謠聲勢下去的話 妳只要他們雞犬不寧 還是家破人亡妳才甘願啊 黃震東啊 那我請問妳 財產重新分配妳是答應還是不答應妳 錢如果對妳來說真的是那麼重要的話 沒問題 但是我請妳不要再加在我身上那些 莫須有的罪名 那這麼說妳就是答應了 好 我明天就去找律師 好 好 好 可逐怎麼樣 銀行說用公司的名義貸款 沒有辦法貸那麼多 那我們豈不是晚了 東皇總經理說要給妳錢讓妳投資 妳自己不要 現在弄得灰頭土臉的 還是湊不到錢啊 我們就等著留標吧 Smart妳不要開這種玩笑啦 是啊 喂 資金籌到了 好 謝謝 謝謝 解決了 是為了高安籌備的資金嗎 我爸媽跟向大親友借錢 還抵押了主權能力 好東西湊齊了 Smart 妳辛苦了那麼久 默默的把資金給湊齊 謝謝妳 我剛才還以為妳準備要開我的玩笑 品竹是我們兩個一起合夥的嗎 我怎麼可能會砸自己的腳 喂 Smart 這招高 超虛張妳的 我就知道妳最優秀了 謝謝 開玩笑 謝謝什麼 我們什麼不教學呢 小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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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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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副 腹 公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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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 為何 股份转向书没问题吧 我信得过你 有什么问题吗 我那天跟总经理见面之后 我回去就反不丝毫 有一件事情让我很好奇 既然总经理这么支持品卓 为什么没有考虑 把品卓并入东皇里面 这当然也在我的计划当中了 不过东皇建设内部的机制 比外界想象的更加严谨 光是我一个人看好品卓 并没有用 除非你们做出一些口碑 否则东皇建设 怎么可能对品卓的并购 会产生兴趣呢 我以为凯卓的生物也要投资 有或没有 对你来说有那么重要吗 请看看 谢谢 好 聪明 清清 我和人娱乐做采访 你呢 你怎么会和 但是现在谈我们公司 和东华的合作案 聪明 跟大公司合作是没有问题 但是接洽的人是谁 就要多注意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对于一个完全隐瞒过去的人 根本就没有诚信可言 笑话 我都已经接受 其他家杂志的专访了 从小到大的事情 我也都叙述过 有什么好隐瞒呢 那份杂志报道我也看过了 上面说你从小就移民英国 但是后来怎么又去日本陪酒了呢 你闭嘴 少在这边跟我胡说八道 清清 你这消息哪里听来的 你没有经过查证这张讲 很没礼貌的 你别忘了 上一次你是怎么丢掉自己的饭碗的 真的很抱歉啊 事实上我并没有丢掉饭碗 不然今天我会不会约人在这边采访 你以为呢 这要不是凯竹替你来跟我求情道歉吗 我才懒得打电话叫你们老总让你回去呢 你说什么 吃凯竹替我跟你道歉 不然你以为呢 不然你当今以为 你们家老总很欣赏你 少在这边不自量你 在我的眼里看来 你何清清不过就是我脚边的 一只小小的蛤蜊 我只要随便你踩 你就得死 清清 不要追了 聪明 刚刚你自己也听到了吧 这个女人的行径不但诡异 她的过去更是不光明磊落 你跟她相处 真的要小心谨慎知道吗 但她现在全大事大 你得罪她没有好处 你就忍一下吧 我是为你好 事实误者为君解罪道理 你应该听过吧 谢谢你的好意聪明 但是你有你处理事情的态度 我也有我面对生活的方式 我是不可能像这样子的人屈服的 好 清清 我有事问你 那 那我们到外面谈 怎么了 你知道我今天汉人约了在咖啡厅做采访 我碰到谁 谁 黄董夫人 你是不是代替我去跟她道歉 希望她能让我回杂志社上班 因为我觉得你很爱这份工作 我想要帮你做一点事 我宁可你下班找我去吃饭 或者是夏日陪我去当义工都好 我知道你是好心 凯珠 但是 这不是我想要的 你想要的不就是工作吗 在你不是在我去找她之前 你还不是都把工作做得开开心心的 你大可不用看过程 看结果不就好了 如果这份工作的必要条件 是要跟她道歉的话 我不会妥协的 我一点都不在乎有没有这份工作 你不在乎 你骗谁啊 你记不记得 你是因为这份工作 才让我们顶不了文 你明明爱你的工作胜过于我 所以我们才会分手呢 不是吗 当然不是啊 凯珠 你不要什么事情都扯到 跟我们分手有关好不好 明明就是 那是因为你到现在都还没有看清楚 你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啊 我很清楚 而且我有我的原则 我不需要让人来帮我 原来我在你心中 永远都是一个外人嘛 对不起 我让你在黄总夫人面前 丢了面子丢了脸 这样可以了吧 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在气什么 我说了我有我的坚持 更何况是那个女人 我不管她是谁 会不会威胁到我的工作 但是只要她做得不对 我就不会跟她低头 不然她会永远以为她是对的 我不喜欢这样 我讨厌这样 Michelle 要我把股份三分之二 转到你的名下 你不觉得你这个要求太过分了吗 过分 哪里过分啊 我嫁给你这么多年 为这间公司辛苦卖命了这么久 我如果不这么做 哪一天万一你跟我离婚了 我不就什么都没了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跟你离婚吗 这可很难说 你跟徐静瑜那个女人的关系 我早就知道了 她是你年轻的时候追求的对象 我没说错吧 你在乱说什么 我从来就没有追求过她 乱说 闲言闲语的话不足以彩心 我这个人呢讲的是真凭实据 随便调查一下 不就都知道了吗 你在调查我 我正是在保护我自己 哪一天万一你跟她旧情复燃啊 果不是一点保障都没有呢 好 米萧 你想想看 我们打从结婚 共同组织这个家庭以来 我为这个家庭付出的心迷思 看得清清楚楚的 我年轻的时候没有我到老 我更不会为了一个女人来摧毁 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家 你不用再解释了 你这说的越多 我越觉得你心里有鬼 我刚刚也不过是在试探你 其实 我根本没有调查过你 想不到 你们两个的关系 真的被我料中了 料中什么嘛 我跟他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啊 好啊 那我直接打电话叫马俊过来 请他跟我解释一下 他妈跟你的关系 你不要胡闹好不好 来 我把这个任务书签给你就是了 好不好 想不到 你们这么多年的夫妻情谊 到最后居然是用金钱在付两人 我只是在维护我自己的权益 更何况当初这间公司 是我们两个一起打拼的 这些股份本来就是我赢得的 这专题怎么写成这样啊 小贞呢 大熊 他跑印刷厂去了 清姨姐 中午的时候我放着交给你的信件在你桌上 好 啊 信件 对 哦 看到了 哦 谁记的啊 哦 是那个管理人书跟上了洗手间 然后回来人然后放在他回台上了 哦 年轻的时候是在日本 和雨萱说得一样 她会不会真的就是凯主的母亲 不管这匿名姓是谁记的 但是绝对不会有人评工捏造这么无聊 你隐隐下留个地 然后再去采访冬黄董事长 清清 我记得你啊 你到过我们家 我对你印象很好 今天怎么会突然想到要来访问我呢 其实老总之前就一直希望我有机会可以采访黄董 但是我怕我自己对冬黄不够来 了解 所以想说先做好一些功课 再来找出议题 再正式采访黄董 太客气了 不要叫我黄董 叫我黄叔叔就好了 是 你这个年轻人很敬业 其实啊 像我们这么大的建设公司 我们里头的契宣部门啊 真是高所如云 所以关于议题的部分 你早说嘛 我叫我的陈秘书 帮你们拟定一下就行了 谢谢董事长 但是我采访就是喜欢亲力亲为 更何况 正好有一些对冬黄不利的消息流传出来 我不想要未经证实 就去写这篇报道 所以我才想来这边和黄叔叔确认的 不利的消息 都是有关于您夫人的传闻 请你看一下 我很想知道 是谁在散发这些谣言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这一个人呢 他已经不止一次 禁令明信给我了 内容除了夫人的过去 还提到夫人以总经理的身份 主导的工程弊案 我相信这些消息要是流出去的话 会对冬黄的幸运 造成极大的影响 你们媒体这个行业 我很熟悉 无论是自称是记者 或者是编辑的人 都有一个共通性 那个共通性叫做 唯恐天下不乱 讲好听一点 叫做追根究底 讲难听一点 就叫做爬粪 我不懂 你刚才给我看的名片 你们公司是一张女性杂志 有必要把自己的内容搞得 像房间的八卦杂志一样 那么熟动 那么劲爆 董事长 之前其实我们公司 也有曾经试图要访问夫人 但是夫人最后却答应 笔家杂志做封面人物 我看过内容了 夫人呢 她说自己从小就茵茵 她黑汉中所说的 她在日本陪酒落差甚大 董事长 请恕我大胆直言 我怀疑夫人呢 刻意隐瞒身份 另造假的身份 那你为什么不会去怀疑 是谁在幕后放这些黑汗 来做毁谤的 不知道董事长 您知不知道夫人 在您不在台湾的这段时间 曾经以凯竹生母好友的身份 大闹凯竹他们家好几次 我很担心也很关心凯竹 还有我周围的朋友 他们也都在怀疑夫人真实的身份 没什么好怀疑的 我黄震通 可以大牌胸脯 我担保我的太太的真实身份 静静啊 黄叔叔在这里 要给你一个 善意的建议 你们这些媒体人下笔的时候 每一字每一句都要凭着自己的良心啊 不要凭着你们自己随随便便的一篇报道 去毁了别人一个好好的家庭 静静 黄叔是信任的 不会为了要刺激你们的销售量 而编造出一些没正没局的报道 什么事啊 我还在外面忙 你一通电话就把我叫回来 是什么啊 你自己看一看那是什么 在河川的集水地 偷偷地新建高尔夫球场 严重地造成河川的污染 是由你勾结建设局的主任 你为了中饱私囊 你不惜来伤害到公司的信誉 其实我也知道这不是第一次了 我暗中已经发现到很多次 但是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只是没有想到 你为什么这么死心不改 你为什么这么贪婪 为什么我给你的还是不够吗 我承认嘛 当时我是真的贪了一点 可是这么久的事情了 你干嘛现在都跟我翻这些旧账 这些其实我都知道了 只是有一些 我想知道你到底还有多少 对我隐瞒的不堪的秘密 你是说抛养跟陪酒啊 真是荒谬 还说我结过一次婚 震东啊 你觉得我是这样子的女人吗 我也不希望你是 但是我现在知道这些说的都是真的 在我跟你结婚的第二年 有一次因为生意的关系 我跟一个松瓣集团结束 认识了一个小林先生 这个名字很熟悉啊 很巧我后来跟他一见如故 跟日本人做生意嘛 就是喝酒 有一天他酒喝多了 他说溜了嘴 他说 我说你就是他的旧事 我整天包养过你 那时候啊 如果不是因为 你的肚子里面已经发了医学 我想 我也不可能那么简单的 我就忍下来 一直忍着现在 这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不要再听了 你这个女人永远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 我现在只想听事情的真相 我想知道你在 去日本之前 你到底还有多少不可高人的秘密 你可以全部都告诉我吗 我没有 沈通 我真的没有 我没有 那你可以告诉我吗 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留凯族小时候的照片 我 为什么那天他在办公室的时候 他对你大吼大叫 为什么 难道说 我 你结婚一次婚 凯族 不要再逼我 我心好痛 我心好痛 我不要呢 我得要呢 我得 Michelle 我便宜 不 believe 我才能与匀 作词 你以为你 我今晚能做的事 还是要我 不要再选择 王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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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昇 王弦 他 他 好 爸 媽怎麼了 還在急救 不跟你放心 不會有事的 他怎麼忽然變成這樣 他受了什麼刺激 好了 不要問那麼多 閨女兒 跟爸爸一起祈禱 我們求老天保佑 讓媽媽趕快好起來 好嗎 來 Machel 對不起 我們應該這樣子逼你 這一切都是我的錯 我求你趕快醒過來 我不會再跟你計較 我再也不會了 請你一定要趕快好起來 小女士暫時是沒事的 但她心腳痛已傳有心肌梗塞的狀況 要小心她的心情 不能受刺激 否則隨時都會有喪命的危險 是 謝謝醫生 我們會特別小心的 好 謝謝 媽 你還好嗎 媽媽 你嚇死我了 我剛剛以為我差點見不到你了 放心 苡萱 上天一定有聽到我們的祈禱 她不會這麼狠心 隨便就把媽媽帶走的 苡萱 你看著我 看著我們的女兒 妳一定要堅強 妳要趕快好起來 以後我們一家三口 要彼此相親相愛 要彼此珍惜 不准再爭吵 知道嗎 媽 我會學著 不再這麼任性倔強下去 那你也要答應我 不可以隨便離開我們 苡萱 媽 媽 媽媽想吃點熱的 熱的 熱的 我去幫你買熱粥好不好 好 你等我 來 下去 對不起 你說什麼對不起 該說對不起的人是我 我不應該這麼咄咄逼人 才害你心臟病發作的 可是 我的過去 說什麼過去嘛 只要你趕快好起來 眼前的日子才是最重要 最真實的嘛 過去 過去就讓它過去啊 從今以後 我們一家三口 就只要開開心心的過日子 就好了 你什麼都不用擔心 知道嗎 來 彎膜 吐膜 跟著呼吸 彎膜 好 吐膜 來 彎膜 吐膜 很好 再來彎膜 來 呼吸 彎膜 來了 吐膜 媽 我們已經做一個小時 很累耶 我不好 我要休息一下 彎膜 陸南 我跟你講 你要想想 你快要變成大明星了 來 跟著我一起過 來 彎膜 很好 有嗎 媽 我們參加又不是游泳比賽 幹嘛一直運動 妳不知道 這個就是要練肺膜量的 我信妳看 媽媽還可以一邊運動 然後一邊唱歌 妳是我一個 三個人我 沒有 妳媽 是我要比賽 還是練得比我還勤 有嗎 有 我有練得比妳還勤嗎 有 不是吧 我是聽說 東王集團底下 有一個貴婦合唱團 是為我之未來準備的 東王的貴婦合唱團 這跟我們很難扯得上關係吧 有很難嗎 有 我問妳 妳這次歌唱比賽 是哪個集團贊助的 東華 對嘛 妳姐姐 開店是誰贊助的 東華 對啊 這樣就對了 這都有關係的嘛 是不是 可是我給她想想 妳看 妳快要變成大明星了 妳姐姐的作品 也可以在國際知名的品牌上 這樣子稱得都獨一無二 到時候這個密血兒夫人 一定會請我這個新媽貴婦 去參加一些宴會 更別說 一定會到他們那個唱團 去當那個主唱 到時候我就可以 跟我的女兒同台演唱了 我有預感 這一間就快要到來了 我還想到這個 歡迎到我的心臟 就這樣 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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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心臟病發 媽 妳還好吧 妳們怎麼樣 是不是運動 不是我 好了 我知道 妳媽媽我身體很好 什麼心臟病發 妳剛剛說的 妳說心臟病發 不是 是媽媽打電話來 她說我密血兒心臟病發 她現在在醫院 然後叫我跟她一起去探病 姐姐跟密血兒加害了 我付了錢 然後就馬上立刻過了馬路 才過到一半呢 然後我就聽到後面有人叫 小姐 小姐 我正嫌煩呢 我就回頭說 幹嘛 妳知道那個男子說什麼嗎 妳的粥 我就 不好意思 妳看這女兒 對真的嗎 公司不是還有些事嗎 沒關係 我先陪妳 晚點我再趕回去加班就行嗎 不用啦 不用擔心我 該處理的事情 趕快回去處理吧 那我把女兒留下來陪妳 我先回去處理事情 好好休息 媽 放心啦 這裡交給我OK的 那我走了 別燙死妳媽 不會啦 拜拜 拜拜 媽 走 小心燙喔 公巴隊 對不起 郝總製造 Sport 這麼巧 來看朋友 我是來看夫人的 謝謝 這位是 那天我們在馬太太家 有見過一面 對 謝謝妳們來看我太太 哪裡 她房間坐電梯到三樓 308 好 謝謝黃老師 好 那我先去忙 慢走 請進 謝謝 筆謝 妳還好 妳好 謝謝 好多了 好多了 我帶水果 還有雞精 一下 那我這麼麻煩 謝謝 不客氣 好就好了 媽 我回來了 怎麼這麼多禮盒 都沒 石媽 你怎麼也在 因為石媽帶媽去看黃董夫人 來 中美送貨回來了 來 坐 快來吃日本的進口水果 妳要趕快習慣 不然以後變成有錢人的時候 吃這種水果妳就會不習慣 因為會拉布子 開玩笑的 來 趕快 很甜 因為媽去探病 結果就把人家吃過 還有妳 很多蛋蛋 我是因為環保好不好 不然放在那邊爛掉也沒有人吃 是誰生病了 蜜雪兒 黃媽媽 那她現在還好嗎 已經到那個普通病房了 應該很快就可以出院 這次她生病 我個人感觸很深 石媽有跟我去 妳應該知道 因為黃董事長每天要處理很多事情 她還是立刻抽空去看夫人 而且以萱也在 黃媽看到他們一家人 這麼用心對待彼此 她就覺得很感動 對啊 妳記不記得 之前我有講過 說我去馬太太那邊 拿另一個利息 不是有碰到一個 中年成熟的帥哥嗎 我那時候不知道她是誰妳知道嗎 後來我到蜜雪兒的辦公室的時候 看那個照片 才知道說 原來她是黃董 我都在想說 是不是我那天不小心 跟蜜雪兒說溜嘴什麼東西 害他們兩個吵架 所以才讓蜜雪兒心臟併伐 好 媽 妳都知道會禍蟲口出了 妳現在還講那麼多 我說了什麼 沒有啦 我跟妳講的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覺得說 這個黃董事長這麼忙 還會去陪那個蜜雪兒 她應該不會做什麼 對不起她的事情吧 好 我媽 妳放心 我們都自己人 我不會說出去的 是不是 媽 我真的可以在醫院多待一天的 是啊 媽咪 妳為什麼這麼堅持 這麼早就要出院回家呢 妳要跟那個新客戶簽約 公司還有一大堆事情沒處理 我能不回來嗎 可是妳也得先把身體養好 才有體力工作啊 放心吧 我沒事的 更何況啊 我又不喜歡在醫院裡面 那種冷冰冰的感覺 回來家裡多好 快不要擔心了 好 妳說什麼都依妳的 媽咪說的都對 妳這鬼笑什麼妳 哪有啊 我只是打哈欠累了嘛 你們慢慢聊 我先上去洗個澡看 精神會不會好一點 怎麼樣 還沒不累 剛在醫院睡了好一會兒 好痛 來 這是妳要的東西 我都簽好了 真的 妳知道了我的過去 妳還願意 我的老婆 妳知道不管是在外人 或者是在家人眼裡 我黃震東遇上是說話算話 一言九鼎的 而且 我們夫妻一起經過了大半輩子 一起看過了很多人生很多事情 很多在商場上面 跟我們一起奮鬥的老戰友 妳看到有人大起有人大落 有的人表面上好像賺得了全世界 但是呢 為了生意啊 操得全身都是病 所以妳越看越多 妳會越來越覺得 金錢啊好像真的不是萬能 而且啊 太多了 反而沒什麼意義 而健康生命真情 妳對我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妳認識世界開放 Happy birthday my dear 這是一定要的 要的 愛的 想等夢的 都會真正 Happy birthday my dear 二 啊 啊 啊 祝福的歌送給妳的 每個誠摯的心 在蠟燭吹熄的時候 化成快樂白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